我作佛时,十方众生,闻我名号,至心信药。 所有善根,心心回向,愿生我国,乃至十念。 若不生者,不取正觉,为处忤逆,诽谤正法。 在清朝的时候,江宁,即今江苏南京市东南一带, 有一位姓吴的老婆婆。 她年轻的时候,丈夫很早就去世了,留下一个儿子。 老婆婆就独自含辛茹苦,将儿子抚养长大, 直到儿子成家立业。 但没想到,她的儿子结婚娶妻后没几年, 也不幸早逝了。 吴老婆婆就与那年纪轻轻成了寡妇的儿媳, 一起抚养自己幼小的孙子。 老幼三代,一起相依为命, 无助贫苦地过日子。 吴老婆婆后来有缘接触到净土法门, 便升起虔诚信仰之心。 从此,常年持斋,信愿念佛, 并受持居士舞界。 吴老婆婆把自家小楼打扫得干干净净, 恭敬供养侍奉佛像。 她每天早晨起来, 灌洗漱口, 把自己收拾整齐后, 就到佛像前焚香礼拜, 持念阿弥陀佛圣号三千生, 以此作为每日的功课。 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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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功课做完以后, 老婆婆才开始料理家务, 这样坚持做了数十年之久。 邻居中有一位名叫朱本苑的人, 当年吴老婆婆儿子活着的时候, 两人很亲近, 所以吴老婆婆的儿子早逝后, 朱本苑念得昔日好友情分, 还会常常来看望老婆婆一家。 后来清人宗嘉庆二十二年的春天, 吴老婆婆忽然找到朱本苑, 告诉她, 过后几天某日, 希望你能来我家看看我。 我呀,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, 必须得麻烦你帮忙处理了。 朱本苑就来到吴老妇人的家里, 只见吴老妇人已经搭上居士穿的曼衣, 在座床上盘腿坐着往生了。 朱本苑赶紧询问吴老婆婆的儿媳。 老婆婆这是怎么回事啊? 儿媳说, 婆婆最近这几天, 课诵念佛和平常一样, 精神也很好, 昨天晚上吩咐我给她烧热水沐浴, 然后老人家就安详地躺在床上休息了, 我也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坐在床上往生的。 朱本苑恍然大悟。 原来老婆婆要我办的就是她的后事啊。 过去也有人问我, 有些念佛人临命中时, 晓得什么时候走, 又不生病, 可以站着走, 可以坐着走的。 他问我, 那要念叨什么样的功夫? 我在此地老是跟诸位同修们报告, 不断的功夫就行了。 凡圣同居土不是九品吗? 上三品就行了。 诸位要知道, 诸位要知道, 这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。 后面那个什么是一心, 礼一心, 我们做不到, 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。 换句话说, 他能, 我也能。 所以, 这是不断。 要想真正达到功夫成片, 不断就是功夫成片。 前面所讲的心焰, 这两个字决定要有。 焰, 焰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世界真的放下, 从心底放下。 一心一意求生净土, 一心一意要见阿弥陀佛。 这个心要非常的强烈, 你那一句佛号自然就相应。 将来往生自己希望站着走, 坐着走, 没有一样做不到。 上镜下空劳法师, 佛说阿弥陀经要解, 第八集, 1993年6月, 美国加州狄安萨大学。 目伍使使崔義子, 佛说阿弥陀佛想生还不? 我们痛快就继续潮到岁 appel至 oko six Caucas主席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